就讓我們掌聲歡迎亞洲大學資產系教授陳文倩教授 以及林佳琪董事 歡迎 大家好 我們是創意領導中心推派的主持人 我是欣宜 我是羅夫 羅夫 羅夫 海駕快到了 你有想要去哪裡旅行嗎 我想去泰國 蹦蹦蹦 去快 去泰國啊 那 是跟家人一起去嗎 跟家人當然很好啊 你知道你要看某個表演 或是吃個什麼南洋雞飯 不用自己付錢很快樂 但是這一次我想要自己一個人的旅行 去沖你家 自己一個人的旅行 聽起來緊張又刺激呢 我喜歡這種吊吊 那各位同學 寒假快到了 你們的旅行 你們的旅行有任何的計畫嗎 是跟家人 朋友 還是跟羅夫一樣 是自己一個人旅行呢 我覺得旅行 我覺得旅行多少都會帶一點緊張 或者是甚至有點憂鬱的色彩 但我相信快樂總是站著比較大多數的 而且我覺得旅行啊 不會只單單晚而已 你甚至可以透過認識他們的文化 甚至是幫助到某些人 讓你的回憶有更美好的印象 對啊 感覺羅夫對旅行有一套自己的哲學呢 你可以私下討論 沒有關係 好 那今天亞洲大學特別邀請到陳文倩教授 來與我們分享旅行的議題 那我們現在掌聲熱烈歡迎陳文倩教授 歡迎 謝謝各位同學 我為什麼今天在漁業學校的系列講座裡頭 放了一個叫做旅行 第一個是今天Merry Christmas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今天晚上 再過來 我下次見面就是2016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旅行本身啊 其實我覺得我會鼓勵大家 每一年的寒假呢 或是每一年的暑假 都是 你可以選擇任何一個時間點 它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把很多事情在那個過程裡頭整理一番 然後放下來 這個是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旅行的一個功能 但是旅行其實它有很多歷史的考證 有很多人的心理學跟哲學的層次 所以它不只是說 我想去泰國崩崩 我請問什麼叫做蹦蹦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有點老 什麼叫蹦蹦你們知道嗎 那是一首歌啊 我以為你要去找人妖這樣子 所以才不方便跟家人一起去這樣 體驗跨性別的感受這樣子 旅行 今天我的題目啊 全部叫做旅行是一首詩 人生的一端 是在你的居住地 就是你可能居住在某一個地方 當然現在是台灣 也可能是來自於台灣的某一個地點 台中市 可能是南投 可能是高雄 可能是哪裡 另一端在哪裡呢 另一端在原始 那個原始呢 其實就是整個地球宇宙所有的東西 另一端在那裡 你怎麼樣去碰到另外那一端 其實就是透過旅行的過程裡頭 你可以不斷地找到 你的原始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喜歡到北極去看極光 因為當你坐在挪威看極光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面對的對象 它上面的那個光 是在宇宙裡頭 它經過一種大氣流 最後撞擊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突然覺得 你可以跟宇宙說話 我們住在這裡誰有感覺 你可以跟宇宙說話 你嘴巴一打開 火力發電霧霾PM2.5 這樣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旅行本身它真的可以讓你 有很不同的一些感受 那現在呢 很多人喜歡參加觀光團 那我想這樣的旅行 可能會留下不錯的回憶 可是我 有一點點小意見 各位年輕朋友們 如果可能 當你決定大學畢業 進入職場之前 一定要給自己一趟 完全不是觀光團帶的 然後是屬於你自己嚮往的 是你的父母親跟其他很多人 都可能做不到的 一趟很特殊的旅行 在那個旅行裡頭 你會找到你自己 這是我今天要特別告訴各位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現在幾歲 是否在明年的時候畢業 通常如果要去的話 你現在就得開始計劃 開始準備 比如說你想爬山 你就要開始練身體這樣 比如說 你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比如說你想要去做 到一個地區 你想要到黎巴嫩 你想要去哪裡 你想要研究 你得開始看相關的書籍 所以我很迫不及待在這一刻 先告訴大家這個題目 你一定要在你 或者是你二十歲 你覺得這是你的成年禮 或者你大學畢業 要進入職場之前 那大學畢業進入職場之前的好處是 你不用匆匆忙忙回來 但暑假其實也夠了 暑假幾個月裡頭 花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讓自己完全的去尋找一個你的人生 可能未來根本不敢做 也不可能做 過去大多數的人也不會做 你的父母親辦不到的 在那個過程中去旅行 而且要一個人 不要跟一堆人 然後跟陌生人講話 融入那個社會 所以呢我的下一段話就是 因為我們一般人去旅行的時候 都覺得那些地點我不熟 於是就有這麼一個行業崛起 叫做導遊 叫做旅行社 如果這樣你其實不是旅行 你只是去一個地方看東西 然後就看到很漂亮的東西 就回來 去的時候很快樂 有些體驗 可是你不會得到 我下面所要說的 跟旅行可以得到的啟發 所以注意啊 旅行不是七嘴八舌的觀光導遊 它其實是一種哲學 它代表的是你如何探索人生 你的 他人的 比如說你站在秘魯的馬丘比丘 你站在那個地方 他們說那是最靠近神的地方 當時的人是什麼 這個文明怎麼消失的 那個最靠近神的地方 為什麼一無所有 是他們覺得這個世界太不美 他們走向了神嗎 你在那個地方 跟馬丘比丘 已經消失的那些遺跡對話 你在阿波勒神殿 就是希臘 你先從雅典出發 雅典 希臘是去年 全世界股市跌幅仍然最深的 希臘是一個歐諸五國 歐債危機最嚴重的國家 希臘是一個見不到底洞 你不知道它的問題 會有多大的一個國家 它除了以前曾經留下來的廢墟 它什麼都沒有 它只有觀光 觀光看的就是古老的東西 整個國家大多數的人 完全都靠它可以當旅遊 可以當導遊 可以開船 那如果你還想要有其他的更好的發展 就是造船業等等 那希臘這個地方呢 它幾乎還沒有加入歐元區之前 它的經濟就很糟 然後它用詐欺的方法 騙了歐元區 加入了歐元區之後 就等於是騙來的錢 享受了一場盛宴 那之後呢 歐盟國家呢 給它紓困 也要它把部分的錢 砍下來 就是所謂的尊結措施 所以現在日子就很苦 就給你一個過度開支的卡債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說卡奴 現在全 希臘全部都是卡奴 你可以這樣想像 除了有錢人 早就逃稅的之外啊 那這些希臘人呢 你從雅典出發 然後到雅典城郊外 一個叫做阿波羅神殿的地方 去過的人請舉手 有的人去過阿波羅神殿嗎 哇 一個都沒有 如果你有機會到阿波羅神殿 你對話的對象是誰 你對話的對象是Alexander the Great 戲院前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物 他呢 33歲就死了 征服了半個世界 他一路一直從希臘一直打打打打打打 打過土耳其 現在的這個土耳其這個地方 土耳其再打過波斯王國 就進入了伊拉克伊朗這裡 所以一路打打到印度 最後生病 趕快回來的時刻 他屍體沒有辦法回到他的王國 他最後葬在埃及 也就是現在的亞利山大港 他死的時候才33歲 他決定要 Alexander決定要東征的時候的地點 就是阿波羅神殿 那時候阿波羅神殿管的是女巫 所以在那個年代裡頭 什麼叫女巫呢 不是一個會算星座的人 那個年代的女巫就是 有讀書跟有智慧的女性 然後她可以有特殊的位置 叫做女巫 她管阿波羅神殿 那我曾經到阿波羅神殿去 1999年7月9號 我記得好清楚 我在這個阿波羅神殿那裡呢 我第一次知道說 這點我要提醒大家 阿波羅神殿在希臘古文明裡頭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它是世界的中心 它是太陽所祝福的地方 阿波羅就是太陽神 它為什麼覺得它是世界中心呢 因為它旁邊的山是這樣 完全環繞著 它的正中央 所以希臘人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當時的雅典文明 他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他以為世界就這麼大 所以我這裡就叫世界的中心 因為四面環山這樣 那他覺得世界就只有這麼大 所以如果你看到世界只有這樣的話 那阿波羅神殿就叫世界的中心 就好像我們台灣常常 把自己當成世界的中心一樣 我們很少從地圖看台灣 我們站在這裡 我們是世界的中心這樣 阿波羅神殿就是這樣 後來沒有多久 到了第六世紀的時候呢 東正教入侵就把阿波羅神殿呢 就覺得它這個女巫的神殿就是一腳 就把它打掉了 完全被摧毀了 所以今天已經沒有 阿波羅神殿的任何廢墟 它只有遺址 遺址就說就在這裡 而且東正教呢 它就故意的 在你原來的 所以東正教是早期的ISIS 它就把人家的這個國民全部都摧毀掉了 摧毀掉了以後呢 它就蓋起了東正教的新的教堂 所以現在的廢墟呢 是東正教的留下來的廊柱 那時候的東正教呢 規定凡女人不得進入教堂 到現在為止 希臘還有這個傳統啊 希臘有一個小地區 特區 他們還發護照 你們都沒有人去過 有興趣的人一定要去 尤其是男孩子 因為你們女性不准進入 叫做和尚國 你們有沒有去過也沒去過啊 叫和尚國 那時候我去那裡我就很生氣 為什麼我不能進去 好 因為你是女的 剃光頭也不行嗎 我本來氣到要想把頭給剃了 剃光頭也不行嗎 也不行 她要發護照 反正女性 除非我用假護照再剃光頭 反正我就不准進去就對了 然後呢 那些男的就很得意 跟著我們一起去旅遊 那些男的就這樣 就輪到你陳文健不能去的地方 他們就好高興這樣的 然後就去了和尚國 去和尚國呢 那個地方其實是 東正教的修道院 你要進去之前呢 哇 那些人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宗教 使一群人這麼虔誠 他們就一輩子到這裡 然後呢 他們上去的時候 在早期啊 上去的時候是用竹篓子 拉拉拉上去在懸崖壁上 所以你要下來是很困難的 然後那幾個男的 後來回來跟我說故事 他也不能拍照 我就很高興 就學了心中暗爽 因為呢 他們去那裡 然後那些人就請他們一個一個參觀 然後就跟他們說 接下來我要給你們看的 是我們這裡最神聖的地方 他們就站在那裡 假裝很虔誠 然後櫃子啪一打開 全部都是骷髏頭 骷髏頭裡頭呢 就是這些修飾死掉了以後 在上面修行的人 他的骷髏頭這樣 把這些人嚇到晚上都做噩夢 OK 和尚國 那旅行呢 他的就是我可以講幾個旅行的例子 那我記得非常清楚 1999年7月9號 因為他禁止女性進入東正教的教堂 所以他們就說女人呢 最好只在這個郎柱啊 的前面 不要進到裡面去 對女人是不吉利的 那個導遊這樣講 那像我的個性一火大 因為我們是真的需要 我們所謂的導遊不是旅行設施 我們是希臘那個時候呢 是希臘的文化部邀請去的 所以是文化部的官員 在告訴我們講這個歷史 他就告訴我說 他們一直有一個崇敬 這個崇敬就是女性 到此為止 不可以進去阿波羅神殿的遺址 那個東正教的郎柱 那我的想法就來了 這個地方本來是女巫在當家 當年阿波羅東正 還是來請教這個女巫 按照呢 拜官也使的寫法 那個時候 Alexander the Great呢 要來問他 我可不可以東正 將來會怎麼樣的時候 這個女巫 不願意回答她問題 因為當天呢 她月事來了 那通常一個女巫 有一個習慣 就我月事來的那一天 我不可以講任何的預言 否則我會倒霉 結果Alexander the Great 就抓住她的長頭髮 就逼她一定要講 她只說了一半的話 她很生氣 就說 大王此去 所向無敵 然後她自己 用她的手語寫下來下半段話 不告訴亞歷山大帝 因為她覺得亞歷山大帝 違背了她的信仰 逼她講話 下面一句話就是說 可是你會死在異鄉 而且你死的那一天 你的兒子就會被關起來 你的王朝就會立刻覆滅 當然這裡都有可能是 拜官也使了 那無論如何呢 我就想說 這個地方原來是女巫當家 然後被你們這些東正教的 侵略者入侵啊 你們東正教叫做外來政權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字也就是這樣 外來政權 還把人家消滅掉啊 還規定變成倒過來 變成女的不能進去 像什麼話 於是我就站到那個 廢墟的廊桌 大概只有比這個椅子高一點點 然後我就穿著那個日本 一體成型的拖鞋 這兩個都是原因 我站上去 然後呢 就拿著一個礦泉水在那邊 故意在那邊耍寶這樣 跳舞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褻毒嘛 對不對 一般的說法 我就上面 因為比有多高 我就跳下來 一跳下來以後呢 我就扭傷了我的腳 摔了很痛很痛 旁邊的人說有沒有怎麼樣 我說沒事沒事 啊很痛 給我五分鐘給我五分鐘 過了我就跟他們說 可能我救傷復發 因為這沒有多久呢 我在花園的時候 被一塊石頭打到我的左腳 我救傷復發救傷復發 再過五分鐘我就說 我好像真的爬不起來 後來他們就把我用背的 背到遊覽車 然後到了 阿波羅神殿附近的一個旅館的時候 我已經不記得當天晚上的細節 我只覺得我好累好疲倦 因為我的腳呢 腫得像一個北海道大麵包一樣 那時候我的腦袋沒有這個觀念 那第二天呢 那個神殿裡頭旁邊的那個旅館呢 我就跟他給他小費 我說你想辦法幫我買一個輪椅來 結果他就推來一個輪椅 我們就說耶 又可以走路了 我就推著輪椅 就開始又旅行這樣子 一直到我要進入這個戰區 馬其頓跟科索沃的時候 這個希臘的文化部的官員 他對我的行為很不以為然 那已經過了大概六七天吧 他說我想You need a doctor 我一定要找你看醫生 因為你的腳一直都沒有消啊 我就說OK 好吧 他說因為這是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他有住飯店的醫生 再進去那個是war zone 就是打仗的地區 當時是科索沃戰爭的時候 你要進去看 可是再進去就很危險了 那你呢 進去以後就沒有醫生了 我說好吧 結果那個醫生來就按按按按 然後就跟我說 I think you broke your leg 就我根本就腿斷掉了這樣子 那就整個骨頭斷了 這就是我去旅行的故事 後來我就回來 就把阿波羅神殿 所以這些歷史背得滾掛爛手 搞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頭 我在那個過程裡想到就是 好像我被亞歷山大帝 跟當時的女巫附身了一樣 所以它是現代的 是古代的 是你自己的 也是他人的 它也成了我終身難忘的一趟旅程 那旅行的好處是什麼 我跟各位啊 除了你在那個過程中 你其實會體會到你自己性格的一些 更了解你自己之外 它跟我們現在經常居住在一個地方 最大的差別一樣 差別是什麼 就是這個城市呢 你反正跑不掉 你的爸媽你也跑不掉 你的男友你也跑不掉 分手的時候 也要小心她是不是恐怖情人這樣 你的女朋友你也不見得跑不掉 你要跑掉的時候 你要注意她會不會在Facebook上頭到處去罵你 OK 但是呢旅行有個好處 旅行呢你到那個地方去 你可以擷取人生美好的段落 我到巴塞洛納 我就去看它很美的高地的建築嘛 對不對 我到希臘就去看它的海濱啊 看阿波羅神殿 我管它什麼歐債危機 你希臘人還不起錢 這樣 然後呢你碰到 像比如說當時呢 台灣的幾個男性 他就不得不背我嘛 他在我們又找到輪椅之前 然後我們去看 Alexander 一死掉以後 他的兒子才 好可憐 才六歲 就被關在一個地道裡頭 關到二十幾歲死掉 他們要去看他的那個地道 那要走很遠 我就不能走啦 那我不能走的情況裡頭呢 欸 那人家當地的意大利男人 就把希臘男人就啪 直接把我抱起來 我說 我這個人也不感謝我的同伴 就跟人家說你看 你們都不如這些男的這樣子 就半開玩笑 簡單來說呢 你在那個地方 你根本不用在乎 這些人太多的面相 大家都知道地中海的男人呢 是很浪漫的 然後很會對女孩子 是喘媚的 吹口哨的 你就不用去想像 她是不是專情啊 因為凡凡你也要走啦 你只要享受她 那個moment 在你的旅館門口唱歌 朗誦詩 然後把你抱起來 對你吹口哨這件事情 這樣子 所以任何女的 當你失戀的時候 請不要在台灣認真的悲傷 請立刻前往地中海 尋找那裡的浪漫男子 得到認真的快樂 這樣子 所以旅行它可以幫助你 很多事情啦 擷取你人生美好的段落 到一個城市 選擇你想要的角落 選擇你想要的角度 到一個國度 想像一段沉醉的文明 到紫禁城 現在我不鼓勵你 不要冬天去 都是霧霾 在春天沒有那麼冷的時候 它就沒有燒那麼多煤炭 坐在那裡想像 從元朝開這裡建築 明朝在這裡建築 清朝在這裡建築 多少王朝 然後看著歷史書裡頭 心有政變 是哪一個店啊 養生店 然後呢 看著在那個年代裡頭呢 他們說 所有的 像張儉 她是中國第一個 辦女子釋放學院的人 那她是在 現在南通 就是上海 普通 再過去一點 南通 是長江跟海河的交會地 就是整個大海 太平洋大海 跟長江的交會地 所以那個時候很重要 現在就變成沒落掉了 那南通呢 這個地方出了很多人 其中一個叫張儉 她就是中國第一個 賣女子示範學院 第一個上市公司的老闆 第一個賣股票的人 那她原來呢 其實是科舉考試 在清朝當官 就想像在那裡 她的 後來她回到南通來 然後在上海創業的理由 就是因為 她說啊 她好不容易考試考上了 科舉 敗官 這是所有人當時的願望 他們跪在地上 等慈禧上朝 過了三個小時 慈禧還沒來 下起了大雨 一場大雨呢 當時的藍染衣服啊 它的顏色是會掉的 它堂堂一個狀元啊 這個藍染下來啊 所有的顏色都滿地 它臉上也都是藍色 然後沒有多久呢 到了第五個小時 慈禧就這樣 咚咚咚 就走進來了 一眼也不看他們一眼 聽不到兩三分鐘的話 就散潮了 當天她的決定 回她的家鄉 就是說你可以坐在紫禁城裡呢 也想像非常多 沉醉的文明 古老的故事 想像新有政變 當時英法聯軍 結果呢 某個程度他們就 趕快逃離了 就到了這個火燒圓明園 那不是在紫禁城 已經火圓明園被燒掉了 他們就到了成德 到成德的時候 咸豐在關外 氣氣氣氣 三十幾歲就被氣死了 結果慈禧就決定發動 心有政變 就告訴真正的太后 叫慈安 大不了知道這個故事 說我們兩個寡婦啊 那兒子呢 是慈禧的親生的 早晚會被這些顧命八大臣 把我們殺了 所以他們就發動了 心有政變 就跟一個三十歲 就是咸豐皇帝的弟弟 勾結 這三十歲是個很帥的 一個男的 就叫他先回去 紫禁城布局一切 然後就 哭哭啼啼的 跟這些顧命八大臣 那些人每個人都是 像台灣的王金平 跟柯建民一樣 都是很奸詐的人 很厲害的這樣 他就跟他們講說 我們孤兒寡婦啊 我們走不動 我們先走一步啊 麻煩你們 好好的護關皇上 這些顧命八大臣就被他們騙了 結果最後呢 他們承得很遠 任何承得一直這樣 回來 他們就先坐著 就先回到了紫禁城 布局一切 等顧命八大臣呢 護著皇帝的鄰舅 進了紫禁城 一進兩生殿 全部抓起來 然後後來都殺掉這樣 想像這個歷史 慈禧當時幾歲 有多少人知道這個事情 她只有24歲 比你們現在大幾歲 所以一個人會不會成為 可怕的女人 是天生註定的這樣子 好 下一個 好吧 你看你到哪裡去 你都可以有不同的一個想像 所以在一個熟悉的地點 我們難免會感到窒息 我們被迫承受一切 沒得選擇 我們總想要逃避 旅行不一樣 你旅行才會擁有自由 我不用被一個東西窒息 不用被一個東西牽制 我像一首詩 不需要經歷太複雜的一個 複雜的轉折呢 我句子很短 然後我美不勝收 我看到一個男人 她每天對我吹口哨 像我前陣子去法國 我就跟所有的老女人講說 台灣的男人看不起我們這些老女人 沒關係 咱們去法國 法國男人喜歡老女人 你知道法國去 我跟我的同事們呢 我好像上次有講過 但是我因為對之事太得意了 不斷地重複這樣 我跟我的同事 很多都當過主播的那種漂亮的女生 我們就一起在法國 不管碰到警察 不管碰到管家 不管碰到什麼類型的人 她們一定是 我最老嘛 而且都大他們十多歲 而且她們是很漂亮的女孩子 以前都當過主播的 我完全不是漂亮的女孩子 可是我是唯一不斷地被吹口哨的女人這樣 所以呢 不要在乎這個地方 你混不下去 換一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你混得好極了 所以問題不在你 問題是在台灣的這些男人們 OK 好 下一個 下一頁 好 那我今天想為大家談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在2013年的時候呢 我當時就生病了 我得了一個很怪的病 這個病呢是我本來就有的 生下來叫免疫系統疾病 可是它攻擊我的臉部 為什麼會攻擊臉部呢 那我剛開始也不知道是什麼病 所以它不斷地被各大醫院誤診 那後來呢 就很清楚知道我得了臉部的蜂窩性組織炎 而且我必須從嘴巴裡頭開刀 那台灣因為從1994年實施很不錯的健保 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 任何新的技術 就沒有醫生要去學了 因為他學了 從瑞士開始發明的 然後全世界呢都大概有幾個主要的醫院有 台灣一個醫生都不會 日本也不會 全中國大陸都不會 那日本有一兩個醫生會 可是你要掛號非常難 所以我就到美國去開刀 可是談何容易 第一個我現在得蜂窩性組織炎 我要先不斷不斷打抗生素 我連打了33天 你必須把你的發燒壓下來 控制到37度 你不能是39度40度 因為我從台灣 飛到美國的這個旅程過程中 有十幾個小時 它只要整個細菌 直接跑到穿過我的鼻子 然後到腦部 我就變腦膜炎 然後就死掉了 所以呢他就要打 我統統打了33天 多麼不吉利的數字 然後呢 後來就坐飛機坐到美國去 然後就在美國的Montsina醫院開刀 然後開刀以後呢 還插管幹嘛就成功了 那我原來有一個旅程 我要不要去 你們大多數的人就會覺得 這麼折騰 你應該多好休息 不要去 我就說照去不悟這樣子 於是呢 我不止啊 在那個地方照去不悟 我就躺在床上 剛插管回來 哎呀太痛苦了 每天打馬飛 可是我第二天 我的節目不能中斷 我明明還躺在床上 第二天就爬起來 就在我舅舅中央公園的公寓裡頭 就當場錄影 錄影完去以後 又躺在床上 就躺三天以後 就開始去巴黎旅行 到巴黎我就活起來 變成一條龍 這很奇怪 OK 然後那個時刻的心情呢 我因為之前請朋友安排 帆爾賽公 花好多的錢 他們為了要重振法國的觀光 就花了幾百萬的歐元 重修了帆爾賽公 然後我就在蘇富比的安排之下 我們就進去了帆爾賽公 我給大家看到了 因此你們看到了 有些是有人潮 有些是沒有人潮 有些地方是不對觀光客 一般觀光客開放的 那現在你看到了 就范爾賽公 這個是皇帝的床 OK 等一下 你太快了 皇帝的床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我不講你們可以想吧 OK 皇帝的床 OK 然後皇帝的床是怎麼回事呢 皇帝有一個房間 皇后有一個房間 那至於皇帝今天想不想跟你睡同一張床 是由皇帝決定的 所以皇帝的床呢 並不大 當然那時候的人也比較矮 然後接著呢 旁邊有一個邊門 皇后得敲敲那個邊門 皇帝也敲敲那個邊門 那個皇后才可以進來 如果皇后敲敲門 沒有聲音 那皇后就自己回房間去了 他們就跟我說了這個故事 就范爾賽公這個皇帝的床 然後剛才前面一張 我們看一下 這個中啊 這個中非常的重要 這個對於整個法國很重要 就是法國呢 會做中 而且做成這個樣子 是第一次在那個時刻出現的 所以你到法爾賽公到處都是中 你們很難理解 幹嗎搞那麼多中 因為那是當時的高科技 這樣 OK 再過來 再下一張 OK 這個地毯 所有的紅色 都是從美洲 有一種印第安人在使用的 印第安人在抓的鳥 把這些鳥 它是紅色的鳥 現在這個鳥就完全被殺光了 就當時把這些鳥啊 全部捕捉起來 然後把它的羽毛摘除下來 然後變成了染料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毯的特色是什麼 你感覺到好像很多別的顏色 似乎都有一點淡掉了 它的紅色 我拍照還不感覺到 你現場看它那個紅 就是永不褪色的紅 這跟你現在到紫禁城去 你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三溪堂 三溪堂上面旁邊呢 就會有那個畫 那個畫裡頭有一種藍 怎麼會藍得那麼漂亮 我就曾經問過故宮前任的院長 北京故宮前任院長鄭欣妙 我說這個藍是為什麼這麼藍 他就告訴我說 那個是鳥的羽毛弄出來的 所以只要鳥的羽毛弄出來的顏色 它就是不會褪色 這很殘忍 所以你可以想到它殺了多少隻鳥 所以因此這個地毯掛得這麼大塊 不是因為它很無聊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學凡爾賽宮 家裡都掛很大的毯子 他不知道此毯非彼毯這樣子 下一張 這個叫做凡爾賽宮最有名的叫靜廳 你站在這裡 你站在這裡 只覺得它好漂亮 好多人對不對 那它是在展示屋頂呢 展示它的水晶燈 chandelier呢 展示什麼 可是它的名字叫靜廳 為什麼 因為鏡子是當時的高科技 凡爾賽宮蓋的時間呢 是中國清朝康熙皇帝的年代 當時的鏡子呢 是威尼斯人發明的 威尼斯人有了鏡子 他們列為高科技 法國呢 它的瑪麗皇后啊 想盡辦法 因為她是從當時的米迪奇王 這個王 米迪奇家族就是威尼斯的大家族裡頭 嫁到法國去的 她知道意大利有什麼好東西 威尼斯有什麼好東西 她就一直說我要鏡子 鏡子那個時候 人要看到自己啊 在那個時候很難耶 你們現在有鏡子也未必看得到自己 我講的是另外一個意涵 當時人要看到自己 皇帝要看自己就是銅鏡 就銅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越來越看到自己 當然有好處了 你老了看不到周文這樣 然後呢 要不然就在河水裡頭湖面看自己 沒有鏡子這件事情 所以鏡子在那個時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跟發明 它是從威尼斯開始的 於是法國剛開始的方法是什麼 商業間諜 它就想辦法從那個地方就收買人 找到那裡 然後會做鏡子的工匠 就到要進去法國 好幾次都在邊界就被殺掉了 就直接把它殺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什麼聯發科紫光併購 當年就是如此這樣子 邊境就直接殺了 可是你擋不住的 有錢能使鬼推磨 最後呢 威尼斯這些工匠 還是用別的方法就進到了 法國終於做出了 一整個皇宮裡頭 有這麼多的鏡子 它太爽了 所以它不要任何一幅畫 整個皇宮裡頭全部都是鏡子 所以鏡子在那時候很稀奇 所以你幹嘛覺得 一個皇宮幹嘛發生鏡啊 整個皇宮裡頭全部都是鏡子 鏡子在那時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所以叫做鏡廳 那我就說旅行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就一邊閱讀歷史 一邊思考說那時候的皇帝 他渴望一些物質 結果帶來了某種突破 在下面 那這是很特別的 這裡是哪裡呢 這是法爾賽宮後面的花園 最近兩年前才整頓完成 叫做瑪麗皇后的花園 瑪麗農莊 那它不對外開放 一般客人都是到法爾賽宮為止 還有法爾賽宮的花園 你到法爾賽宮的時候 就是你想像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法爾賽宮離巴黎大概一個多小時 所以先是巴士底獄那個地方呢 就開始大革命起來了 麵包已經被打破了 你可以從皇室的角度就要報名 從後來歷史以來就是叫做革命軍 就一路這樣爬爬爬爬爬爬到 一小時車程以外的法爾賽宮 那個法爾賽宮的花園去過的人有多遠 那比亞洲大學的花園還要大太多了 可是他們說在皇宫裡頭 都聽得到好遠好遠的那群民眾過來 要殺他們的聲音這樣 你就知道說有多少人 聲音多大聲 所以富力彈簧的東西也保護不了你 那這就是一個人性 這個我講的是革命軍 然後人性是什麼呢 那帆爾賽宮呢是人類歷史上 其實你看了帆爾賽宮 一個是你會覺得說是怎麼一個人會把日子 皇帝把這個太陽王 就是法國的太陽王呢 把自己的日子過得那麼好 你在比較康熙時代的中國 你就知道其實那個時候西方已經超越了中國 早就超越了東方 它的整個各種物質文明各種這種色彩藝術 跟它的整個財富遠遠就超過了中國 只是中國不自知 中國也有自己的阿波羅神殿 它以為它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這樣 那你到帆爾賽宮看的時候就覺得 中國真的是在那個時刻還自以為是 人家叫你來打開你的港戶 你還覺得你自己很棒 就是完全不知道世界已經改變成什麼樣子 那瑪麗皇后呢 她來到帆爾賽宮在這裡這麼美 那她的先生是太陽王的兒子 然後他們就在這裡呢 就是後代了 那他們在這裡呢 就過這麼奢華的生活 你在奢華的生活之後 瑪麗皇后就在後面蓋了一個農莊 因為她就會覺得她想要一個很簡樸的生活 所以你現在看到花園呢 就是帆爾賽宮後面的 瑪麗皇后的農莊 我給大家看下面的照片 她的農莊長這樣 跟剛才那個Versel啊 這個帆爾賽宮的樣子完全不同 一個沼澤地 很普通的農莊 這個皇后就突然就覺得說 她是後來大革命裡頭 所有追討的最重要對象 最後砍頭的最主要的就是 一定要抓到瑪麗皇后 他們認為就是她的奢華 有一個片子就專門拍她 瑪麗皇后電影啊 就是把她要什麼布料 她的奢華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法國面臨了 聲音現象 糧食短缺 乾旱 小麥 通通都欠收 所以麵包的價格漲很大 然後再加上啟蒙的思想 已經起來了 那要推翻了皇室 就所有的條件呢 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當時的阿拉伯之春 就發生在那個時候的歐洲 那出現的就是在法國這裡 那瑪麗皇后呢 她其實不是百分之百的 像大家所講的 她一天到晚在追求 最美麗的衣服奢華這些 她對法國 現在開始有人在翻案她 他們覺得她對法國的貢獻非常的大 那其中一個就是 把法國本來很難吃的食物 她從義大利找來的廚師 因為她原來是出生威尼斯的人 然後因此就完全改掉了法國食物 所以現在你所知道的法國美食 是從義大利傳過去的 所以現在反而法國美食 比義大利美食還出名 這義大利人很不服氣 她就那是你把我偷過去的 你的鏡子也是我偷過去的 那你一直罵也沒用 現在人家都偷得比你好這樣子 好 這個是瑪麗皇后的農莊 下一頁 這是她農莊裡頭的樹 我站在下面想啊 他們說這個樹啊 從十八世紀到現在 這棵樹聽得見種她的女人 被砍頭嗎 這棵樹看著法國大革命之後 殺了多少人嗎 這棵樹知道後來法國又恢復了帝制嗎 這棵樹後來知道法國大革命 自由平等博愛 完全變成一個最偉大的革命 而這偉大的革命 最重要的就是要她你主人的頭 這個樹知道法國後來 終於建立了民主體制嗎 她都不知道 在某一個五月天我拍下了這個照片 下一張 好 這個我為什麼拍這張照片 這個在凡爾賽宮裡頭太不起眼了 馬力皇后區域 那時候我生完病 所以我對很多看事情角度不一樣 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下一張 這個是洞穴的門口 這個洞穴是什麼 他們說馬力皇后可能早就知道 她有一天會出事 因為社會批判她的人很多 所以蓋這個農莊的時候 她就蓋了一個防空洞 這防空洞不是為了要躲轟炸 她就是要躲 有人會來抓她 所以這個皇后不可一世 穿著最美麗花服的 她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躲在這裡 躲在就是這個角落裡頭 那我為什麼建議大家去旅行呢 你看這個所有歷史的過程 人間從凡爾賽宮的浮華 然後她也想像有個農莊 可是這個社會從來也不真正了解她 她被籌劃到一個程度 她是一個從意大利來的女人 是法國人要祭天的對象 然後最後戰鬥的就躲在這個防空洞裡頭 然後下一張 這個是當時馬力皇后所設計的花園 他們完全按照她種的花 這個人有這麼壞嗎 在下面 好了 然後呢 完了以後呢 那一集節目 我們就按照原來的邀請 我就去了Coco Chanel的apartment 在她的住家裡頭錄電視節目 這就是Coco Chanel的apartment 你看她的電影裡頭 她的一樓 常常就是有些模特兒進來 那法國的公寓 基本上你們要了解 在巴黎的公寓都很小 然後所以那個走廊 廊梯又坐得很大很漂亮 所以她就佔掉了這個樓頂面積 一個樓的面積就很多 然後她就很聰明地 把這個旁邊的轉彎的地方 都放了很多鏡子 然後呢她可以從鏡子那個地方 看下面的模特兒穿的衣服對不對 那這就是她的二樓 二樓就是她的個人所住的公寓 那這個是Coco Chanel的apartment 第一次開放給全世界第一個媒體 在那裡錄影啊 那我可以進去裡頭錄影呢 不是靠我 是靠我們台灣人啊 台灣以前呢 在Chanel總部 台灣的總部 十幾年前呢 當然是主要亞洲市場裡頭 他們覺得蠻重要的一群人 後來呢 中國大陸的市場崛起 台灣的好幾個精品店的品牌經理呢 各自做了不同的選擇 在台灣的Chanel的這一群經理人 他們就認為說 台灣市場這麼小 我們如果不去大陸 將來我就會被大陸人管 可是台灣也有另外一個品牌 我不講它的名字 它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的 它覺得我幹嘛去大陸 那些人那麼沒水準 兩個完全不同看法 OK 結果後來呢 留在台灣就越來越氣 因為它果然現在都被大陸的人管 而Chanel這批人是整團人 跳去大陸 在台灣又培植出他們的接班人 那這些到了大陸去的 台灣的品牌主管呢 就騙了這個 在法國的Chanel的這個總公司 他們就說我們想 因為他們那時候都想要招攬大陸觀光客 所以就想要找一個節目 去Coco Chanel的apartment錄影 那那些因為到底是我們台灣人出去的 它再怎樣 它就會把機會給台灣 所以你不要覺得誰去了哪裡 誰去了哪裡 它叫做忘記你的故鄉 No 台灣人永遠都會記得 它來自什麼地方 然後所以呢 他們就騙了他們 我覺得這是騙了 他說我告訴你 有一個節目 它對我們的整個Greater China 全亞洲是最有影響力的 就跟它吹牛 所以我 China裡錄影 沒有人知道 我們是來自台灣 都以為我們是來自北京的人 這樣子OK 但However 我們就進去了它的apartment裡頭錄影 那Coco Chanel呢 那個時候她很重要的 她是一個很窮很窮的女孩 如果大家知道她的故事的話 她其實從來不願意敘述它的過去 一直到她死後 這些故事才慢慢地出來 因為法國是一個充滿了 階級歧視的一個社會 它很講究一個人的身份 你的家世 所以雖然她建立了民主共和的體制 可是這個東西 一直在她社會裡頭 是根深蒂固的 那Coco Chanel呢 她就是一個單親的家庭 她的媽媽撫養他們 後來媽媽死了 那她爸爸就不要了他們 他們就住進了孤兒院 她跟她的妹妹兩個人 都在孤兒院裡頭 妹妹呢長得漂亮 然後她長得有一點個性 可是如果就一個人長得漂亮來講 妹妹長得比她漂亮 所以後來很多人講 而Chanel的衣服一些小的白色的園裡 其實就是修道院孤兒院以後 給她的一些啟發 對她來講呢 她不可能用一般人的方式生存 因為她就是一個孤兒院裡頭 沒有人要的小孩 沒有太多的機會 她也不夠聽話 修女也不喜歡她 反正呢 在那個過程當中呢 她就很認真地學裁縫 在學裁縫的過程中 她就認識了一個布商 那法國是一個有情婦文化的傳統 所以跟我們這裡呢 有個狗仔隊提包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社會是每個人都有情婦 那情婦呢也沒什麼了不起這樣子 所以呢 我到法國去的時候就看到 一台很可愛的scooter 我就立刻拍一張紅色的scooter 因為他們的總統歐蘭德就被拍到 他戴了一個摩托車帽子 就跟你們一樣 然後騎了一個scooter去找他的女朋友 半夜這樣子就被拍到了 這就是法國 所以法國對於Clinton 當時美國總統Clinton 跟一個白宮實習生有關係 被全美國媒體報導之外 還要接受國會的審訊 她嚇死了 她覺得這是什麼野蠻社會 這種事情簡直是驚嚇他們 好了 那Coco Chanel那個時候 就當起了這個富商的情婦 那她不在乎 因為對她來說 她沒有透過這個身份 她根本不可能翻身 但是她太有才氣了 她就在郊外 巴黎的郊外呢 就經營了一個很棒的Salon 然後她就會幫自己用手做窗簾 把家裡就佈置得很漂亮 這個富商就很高興 常常請她的各種不同的客人 到這個Salon裡頭來 那在這些客人當中呢 她又認識了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非常欣賞她 又變成她的男朋友 於是她就在巴黎擁有了這一間的公寓 開啟了第一間的商店 叫做Coco Chanel 那她開啟了這個商店以後呢 那個年代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時刻 東方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所以你看她的房子裡頭 有好多東方的東西 你們待會兒會看到 就東方對她來講充滿了想像 她一生其實沒有來過東方 那你們待會兒會看到很多 看到她房子裡頭 她的巴黎的一些風格 她的東方的一些物品這樣子 那我的家人也都跟著我去 因為她怕我死在巴黎 就陪著我到了巴黎去 就一進去 大家到好市場說 Chanel的房間怎麼好像沒什麼 以為她會多漂亮一樣 那因為其實法國的房子很小 那Chanel就住在這裡 那這個Chanel呢她很特別 她這個房子呢 其實沒有多久之後 就很快地 就發生了大蕭條 大蕭條之後呢 她的事業才剛剛起來沒多久 發生大蕭條之後 她就立刻賣香水 所以香水你現在知道的Chanel的 Chanel的No.5 就是當時出來的 那為什麼No.5 立刻出名呢 那時候可沒有馬力聯盟路嘛 對不對 因為後來馬力聯盟路 是她最有名的廣告明星不是 因為她基本上就不是一個天然的 她本來就是法國最底層社會的人 所以當時所有的香水都是用花香天然做成的 然後因此它在你身上持有的味道都會不夠久 而且價格太高 Chanel就想出來 她就加了化學物品 就讓她一噴起來就啪 非常嗆鼻非常強烈 然後於是就開始大賣這樣子 所以長江後浪推前浪 那時候法國所有的香水品牌的人都很不屑 這個爛女人搞什麼鬼東西 結果她完全打敗了所有這群人這樣 那後來她因為她的家世的關係 就是跟她人生息息相關 那後來呢 德國人入侵了法國 其實全法國人全部都投降了 她也是one of the投降的一個人 那但是法國人 但是所有的人都很偉善啊 那她也投降了 那她其實她的妹妹呢 嫁給了一個猶太人 這個猶太人就跟著她生了一個兒子 那她妹妹的先生也跑了 結果呢 她的兒子呢 就被抓到集中營去 這就是Chanel的侄子 這個時候呢 Chanel就去跟德國軍官 在這個apartment裡頭同居 所以二次大賢結束以後呢 她就被抓到法庭去審判 法庭就問她說 你是不是有賣國罪 就法國是一個奇怪在當時 就是說人家來打你 你就全國都投降 結果戰勝了以後 就開始審判一群人 Chanel就是其中一個被審判的人 後來法國有人都說 Enough 我們全國都是賣國賊 不用再審判誰是賣國賊 這件事情才停止 所以我喜歡讀歷史 然後喜歡去玩的原因就是 我喜歡從這裡頭聊些 人性 人性啊 貪生怕死 所以每個人都想投降 可是當危險不見的時候呢 有些人就會先站出來指責別人 就是生妹生贏 台灣人說的 就是你生妹白人生贏 然後直到有一群人跟她說 不用再罵人 我們全國人人都是賣國賊 Shut up 連當時的主教都是賣國賊 都是替德國人做事 不要再吵了 這個事情才終止 而Chanel也很厲害 她在那個過程中 她沒讀什麼書 她也很難滔滔不絕地辯論 她就上了法庭 上了法庭的時候呢 法國的法官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跟德國軍官同居 那有的人替她說話說 當時她跟這個德國軍官同居 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 她可以把她的職子救出來 但是她也的確用這個權力把她的職子救出來 是不是理由我不知道 你們猜神的要怎麼回答 這了不起的女人 她就跟法國的法官說 我跟誰上床 我需要看她的passport嗎 我需要看她的護照嗎 法官就傻眼了 那法國就全國聲討她 她覺得她不要臉 她很差勁 她怎麼可以講這個話 她後來就去了瑞士 在瑞士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音樂家愛上了她 就是Stravinsky這樣 然後接著呢 她又回到巴黎 等巴黎比較安靜的時候 她就辦了一場時裝發表會 所有的人還是很討厭她 所以一個人如果零負貧 要想一下你是不是毫無個性 神的就是爭議一生 她好像也的確賣國 但是在那個時代 不賣國的人好像不太多 更何況作為一個 那麼底層出生的女人 對她來講她一無所有 她所擁有的只有她的財氣 所以我常常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一個是寫她 一個是張愛玲 兩個都充滿了財氣 兩個在世界大戰的時候 都是賣國賊 然後都跟賣國賊的 都跟敵軍的人往來 都跟他們同居 而且毫無國家的意識 寫她自己的小說 創作她自己的衣服作品 那你覺得她錯嗎 你覺得她對嗎 I don't know 所以我越老 越不會隨便judgment別人 不會判斷別人 那Chanel後來回到巴黎的時候 全巴黎的人全部都罵她 每一個巴黎 所有的寫fashion review的人都說 這個人已經國氣了 做的衣服難看死了 她根本沒有人要她的東西 那是一個非常失敗的時裝發表會 Chanel怎麼想 她覺得你們這個 她過期的不是我 過期的是你們這群法國人 因為當時的時代 法國不再是以前的法國 法國一塌糊塗了 英國也不再是以前的英國 真正的世界中心 早就不是巴黎 是紐約 所以呢 這位小姐幾個皮箱提著 就到紐約去做show 然後在New York Times 在各種不同的 所有的紐約的人 全部都瘋狂的迷她 然後這些人通通的報道 當然法國人可能覺得 美國人沒有品味 但無論如何 她在美國有名的不得了 受盡了各種歡迎 隔三年她再回來法國 叫做衣景幻鄉 她死的時候 當時的總理是基斯卡 她說20世紀 法國人給世界留下了三個名字 第一個叫做戴高樂 第二個 畢卡索 第三個 Coco Chanel 所以我只要告訴各位說 哇 你怎麼看人的一生 那麼我到她的公寓之前呢 我就把她所有的各種資料 全部都reading過一遍 下一張照片你們來看她的家 而且她有個佛像 那個天主教的社會 怎麼會有個佛像出來 所以她基本上其實有一種性格裡頭 對於各種不同文化的好奇心跟叛逆 我們再看下一個 屏風 上面寫中國字 這不是後面為了招攬中國人放 這是她時代的家 那是1920年時候的一個裝置 然後再下一個 你看她有各種 你看她那個桌子 全部都是非常東方的想像 古董 再下一個 她有水晶球 因為她的命運從來都不可測 對她來說 比如說一個水晶球裡頭 讓她去想像一些神秘的東西 是很重要 因為命運從不保證給她任何東西 她死之前桌上的裝置 她們的經理告訴我 從來沒有動過 再下一張 這是進去Coco Chanel大門的鐵門 其實就這麼小 在下面 這是我們要準備要露營 她的鏡子很漂亮 非常法國式 旁邊那個路的雕塑 就是代表那個時候法國人 對於在非洲的想像 所以那個時候的法國 對旅行 對遠方 充滿了這種curiosity 想像各種的標本 放到她的公寓裡頭 小小的一間 這就是她很大的創意的緣由 再下一張 就是我在那裡錄影開棚 我就是這樣做著講話 很多人說你那時候看起來比較瘦 可是為什麼看起來比現在的臉胖 我說因為我的臉打滿了肋骨唇這樣子 你現在看到什麼叫做月亮臉 可是感謝呢 我媽媽給我生了一個像鵝蛋的 所以我的月亮就變成拉長的月亮這樣子 插播一下 根據NASA報導 台灣時間12月25號 晚上7點11分 是月亮最圓的時刻 聖誕節又滿月 是很難得的 你如果那一天那個時刻忘了看 下次請等36年 36年後 好好 我就已經是九尋老父了啊 那你們呢 也到了我的年齡 恭喜你們 所以請你們好好的看明天晚上的月亮 插播這件事 那這個是她的沙發 然後呢她放了很多書籍 我說我可以看一下書嗎 那個manager讓我看 因為我會檢查 果然她的書裡頭都空空的這樣子 就是她的書是沒有閱讀的 可是她仍然犯了很多書 她是有知識的渴望 可是她其實一生沒有念多少書籍 所以我不是在嘲笑她 當她放很多書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有一個這樣背景出生的人 她仍然是對知識有所渴望的 再下一個 這是剛才重複的 再下一張 這個怎麼重複 我們再倒回來吧 是不是按左 OK 好 還有一個旅行方式 就是根據你的喜好 像我的喜好因為是歷史 是人物 我認識一個人叫做陶爸 你們很多人可能聽過他 陶爸 他會在上一週間上寫專欄 陶爸呢 他是一個鄉村音樂的愛好者 他給自己的旅遊都有一個主題 他的主題就是 我跟著我喜歡的歌手 跟著我喜歡的音樂去旅行這樣子 所以他就去了 Elvis Presley 的家 去了好幾次 然後有時候會到鄉村音樂的總部 叫Nashville 然後喜歡Tennessee Wars這首歌 他就去Tennessee這個地方 這就是他的旅行模式 那每次跟著旅行 跟著這些歌曲 研究歌曲作者的背景 那研究Elvis Presley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人呢 他當時在美國到今天為止 都被稱為叫做搖滾的天王 那他從1950年代 他死的時候呢 是1970年代左右 沒有人太記得那個時候的 美國總統是什麼人 OK 然後可是所有全世界的人 都愛他愛得不得了 那他最後因為心臟病發 就突然就死掉了 全美國對他的愛到 那他的家呢 叫做Graceland 那他所以可以變成一個搖滾樂王 的很大的原因 跟他家所在的地方 是有很大的一個關係啊 那Elvis Presley呢 他因為是來自於南方 那裡都是很多黑人 那黑人本身的那種 黑人靈魂音樂 黑人本身的那種Blue 他的藍調音樂 最後呢 在Elvis Presley這位音樂天才裡頭 把原來白人的音樂 跟黑人在教堂裡頭的Gospel 黑人的靈魂音樂 全部結合在一起 然後從此改變了全世界 我們現在所認知的音樂風格 That's Elvis Presley OK 那更不要講因為他太英俊了 就是Perfect 就是上帝就是創造這樣一個人 那麼的英俊 那麼的會唱歌 聲音那麼的好 然後呢 他有那麼好的音樂天分 你可以想像 周杰倫長得像金城武 我這樣會不會對周杰倫不太尊敬 OK I'm sorry OK 然後這是他的家 那有一次呢 我去過 那我在影片上找到一個更好的影片 我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呢 你現在看了就是視聽視 電視剛剛發生出來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 蛤 他怎麼那麼多電視 就是因為電視剛剛發明 他在家裡擺滿了電視 那你們看到有一個房間裡頭 很多原野的東西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很多音樂 是跟黑人學來的 所以他放了很多非洲的東西 OK 所以你看一個人的家 看他一個歷程 你可以當一個白人 看不起黑人 你可以不斷地跟你家裡頭的黑人 用人講話 學習他們 跟他們聊天 去他們的教堂 And then if you are talented enough 如果你夠有天分 夠英俊 你就可以變成Elvis Presley 你可以騎士 你可以跟他們學 OK 這是Elvis Presley 然後我給大家看 Elvis Presley最後的演唱 他當然到四十幾歲的時候 跟我一樣不太愛惜自己 不過我五十幾歲才發胖了 他那時候已經發胖了 可是他的歌聲 也因為這樣變得特別地好 這是他人生最後的演唱會 基本上呢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旅行 我用法國十九世紀的詩人 波特萊爾一段話 他說旅行是一種標記 它代表一種你對自己高貴 靈魂的追尋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相似的靈魂 我們的靈魂裡頭有命定的限制 我們都有希望 我們都有失落 我們都有理想 而這個理想都有一種幼稚性 在現實底下 然後因此我們會難免不了 憤世激素 我們總在這幾個不同的情緒裡頭 不斷地推移自己 在這個狀況裡頭 只有旅行可以滿足你 在旅行的過程中 你不斷地尋找自己 堅定自己的理想 使它不成為幼稚 讓憤世激素 變成另外一個更超越的情緒 否則你注定會活在一個 墮落的世界 旅行滿足一個人 可以找到自己 找到遠大的願景 我鼓勵大家旅行 是基本上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有很多個不同的旅行方式 那我在學校裡頭教課 總要告訴你們一些 除了這個之外 一些重要的一個考證 你們以為旅遊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不是 中國人他們在文人 可能會在這個 比如說林園裡頭 在圓林裡頭 會去登個山 大概是這樣 可是那種很大的旅遊 基本上除了畫家之外 是不流行的 整個大旅遊時代 是從西方崛起的 那最重要的旅遊地點 就叫做地中海 為什麼 這是我今天上課 一開始的主題叫做漁樂學校 地中海它流傳了一個傳統 所以當歐洲人開始 決定要大旅遊時代 然後不斷地所有的作家 都在倡導這件事情 像非常著名的佛羅拜 他爸爸一死 他傷心一天 結果他發現他可以 繼承很多的遺產 他高興得要命 他25歲 他就立刻跑到地中海去旅遊 然後第一站就是到威尼斯去 因為他跟他爸爸處得很好 他爸爸管教他非常嚴格 覺得他是一個 墮落無恥的作家 所以他爸爸一死 他想說太好了 我這個墮落無恥的作家 再也不用賺錢了 我決定繼承這個大遺產 去地中海玩了 那當時呢 到地中海去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當時的航海科技 到那個地方是安妮 是安全的 那歐洲人呢 深信在2500年前 造成歐洲文明的所有的一切 都還影響著歐洲 那一切最重要就是 希臘哲學家 伊比丘魯 所以他們要追求 當時伊比丘魯 細心安排的美酒 優雅的賢散 一首勇敢的歌曲 以及無法抗拒的陽光 英國人也是如此 英國每天都London Folk 不過他們很傻 不知道那是霧霾 那時候以為叫做倫敦物這樣子 OK 因為那時候英國是燒煤礦的 就是跟今天中國大陸的北京一樣 我們下一頁 然後呢 你們現在覺得Hotel 旅館這個字很理所當然 讓我告訴你 在18世紀的時候 地中海的旅遊想像 人類第一次出現了旅館這個新型產品 還有東西叫做餐廳 餐廳不是這時候出現 餐廳是法國大革命 我們剛剛看到凡爾賽這個事情 這個馬力皇后被砍頭了以後 所有這些幫貴族煮飯的廚師 怎麼辦呢 他的貴族都被殺頭了 他老闆沒了 他怎麼辦 於是他們就去巴黎街上 開啟了餐廳 於是巴黎裡頭的中產階級 那些布商那些一般的人 才開始吃到很好吃的飯 然後才開始有 原來的餐廳這個名稱的來由 所以餐廳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 旅館呢 是航海技術開始發展起來 然後法國有很多殖民地 英國有很多殖民地 然後荷蘭有很多殖民地 那個時候他們出現了航海科技 然後前往地中海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概念 叫做旅館 那這個時候呢 就很多雄偉的圖像的旅館 還並創造了很多旅行的文明 然後就刻意地去重現希臘文明 還有羅馬文明 所以大家就會搞一場 就你們今天知道的SPA 那西班牙本來的阿漢布拉宮旁邊 就有了城市花園 納布勒斯就蓋起了人類第一條海濱步道 都是在那個時候出現的 那羅馬噴泉旁邊多風的日子 對所有的人來講 哇 開始旅遊了 我們來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都是18世紀留下來的 這個不是古老 都是為了要回到 假裝回到羅馬時期 在18世紀航海時代出現的 再下一張 OK 大家就開始 這個步道 海濱步道都開始出現了 你以為它是十五十六世紀 都是如此 然後呢 這個為了要把回教的文明 跟基督教文明結合起來 然後讓人們喜歡 所以有些東西是後來再改的 這都是其中之一 再下一張 你看很漂亮這些東西 都是18世紀 航海科技 當時大旅遊時代 這是人類一個很重要的名字 叫大旅遊時代 你們現在說我要去旅行嗎 好像很簡單 欸 對不起 那時候是一場運動 當時的太陽花 OK 當時要你去追尋太陽的過程 那我們再來看 這都是那個時代 下一張 好 再下一個 OK 再下一張 有旅館了 看到有旅館 大家就在外面看動 好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OK 再下一張 羅馬噴泉 再下一張 OK 好 那 在那個過程當中呢 法國自己也開始 慢慢就出現了一些旅遊文化 那旅遊文化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那我會給很多年輕人的建議 你們可以去很多地方去挑戰你的旅遊 可是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一定都會選Cooking School 我認識一個前中央銀行總裁的太太 她是台大外文系的教授 她是教法文的 她很特別 她的先生呢 堂堂當到總統府的秘書長 是很久以前的事 然後又當了中央銀行的總裁 退休以後啊 她就在陽明山上散步走路 她也沒有違反交通規則 就一台冒失的公共汽車的司機 把她撞死了 她的名字叫費華 那費華的太太 面對先生猝死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反應 費華的太太呢 給自己 就想到當年他們逃難 然後呢 她的祖父呢 很多古董就一直掉 一直掉一直掉 旁邊的勇人就說 老爺啊 什麼東西掉 什麼掉 她祖父是流氧 說Forget it Forget it 她當天呢 是個基督徒 她交代全家的人禱告 然後就說 Forget it 是外文系的教授 那喪夫總是一個很痛苦的事 而且是驟然喪夫 她是一個外文系的教授 她是外文系的教授 教法文的 她就給自己一個人生方向 所以人在無助的時候 最需要給自己定一個人生方向 她的人生方向就是每一年到法國去 上一堂Cooking School的課 每一年都去 然後就拿一張certificate證書 就掛在她的書房裡面 後來我去她家 看到她的書房裡頭 一大堆certificate 她說文器啊 這比我拿什麼博士學位 台大外文系的聘書 我還高興太多了 一年一張一年一張 掛著滿牆總共有十二張 她總共有十二年 去到她八十歲她家裡的人 不准她再出門了這樣 你不准再出門 她愛做飯 但是我問她說 你為什麼去上Cooking School 她Cooking School呢 你跟那個主廚聊天 她就告訴你 馬賽這個地方 她就告訴你說 她們的食材是什麼 她們的歷史是什麼 為什麼會做出這個菜 因為那裡有很多阿爾巴尼亞的移民 然後還在船上做菜 你到Ritz Hotel裡頭去 現在是被回教徒買走嘛 然後他們那個地方 就會告訴你說 我的菜呢是怎麼樣怎麼樣 像我這次到法國去住一個 Four Seasons George Fine 這是一個很古老的 在巴黎鐵塔旁邊的飯店 結果她所有的菜都是黎巴嫩菜 我說搞什麼鬼 因為她被黎巴嫩人買走了 然後你如果去上她的Cooking School 她就教你怎麼做 地中海的黎巴嫩菜 這樣子 她就說你就在那個地方 就可以上各種不同的文明 然後你還會碰到很多同學 然後這些人呢是 你臨時碰到的同學 然後他們從各地來 然後各地講了各地的不同的東西 然後大家就一起學菜 一起共享晚餐 她覺得她人生這種課堂 太快樂了 然後她覺得她老了 就是要這樣過日子 更重要的是她不用讓自己 停留在悲傷的那個點 那像我就有一年就到亞維農去 可是我自己去呢我覺得 那一次呢我是去報道法國的總統大選 那我就去住了以前教皇啊 避難 羅馬教皇避難 那她就跑到了法國的亞維農 那亞維農呢現在就把當時 教皇所有的主要的遺址呢 每一年都辦一個亞維農藝術界 那原來教皇的官邸 就改成了一家旅館 那很多人出門是 就覺得我要生意 我就說不行我一定要住這裡 理由是因為我知道我住這裡 我就最快的時間裡頭 可以學會這裡文化裡頭最核心 我就去叫那個主廚 教了我一堂Cooking School的課程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如果說旅行是一種學習 那麼飯店未常不能成為教室 問題是誰當老師 你們要把雅維農藝術 我們要做一堂Cooking School OK 你們來跟我來 OK Jean-Glaude是La Mijon大飯店的主廚 La Mijon飯店是一棟歷史悠久的建築 和亞維農最著名的地標教皇城堡 僅有一項之隔 西元1688年落成之後 先是教皇專用的宴會廳 後來輾轉被亞維農當地的一個醫生世家取得 18年前才由目前的經營者 改建為飯店 1994年開始 他們推出廚藝課 不管是不是住客都可以報名參加 長期課程 私家菜傳授 不喜歡動手的 還可以選擇廚人吃飯 總之斑別應有盡有 加上這位極具表演天分的當家主廚 更讓La Mijon的烹飪客趣味十足 女人的香菇 我把這個香菇 我給他們 玩笑歸玩笑 對於烹飪這位主廚 可是認真的 這天 她準備教一道 鵝肝 蘆筍 菠菜冷湯 第一道手續就是把 普羅旺斯特產白蘆筍去皮 放進滾水裡煮熟 原來用檸檬美白不只對人類有效 用在蘆筍身上效果一樣好 趁著蘆筍煮熟前的空檔 Jean-Glaude要示範製作羅勒醬 曾幾何時羅勒已經和主廚夫人畫上了等號呢 看來老師還是不要隨便開玩笑的好 言歸正傳繼續製作羅勒醬 首先把菠菜洗進去梗 放進果汁機 加入檸檬汁 海鹽 胡椒 一杯水 橄欖油 然後抓一把羅勒塞進去 混合打成汁 就大功告成了 這我也會做 不錯 還沒完呢 這一大塊鵝肝才是今天的主角 這件大主廚不慌不忙 朝這個重達20公斤的鍋子裡 放進一把百里香 點火 然後引燃再把生鵝肝丟進去 蓋子蓋上 計時10秒後先蓋 鵝肝的味道頓時撲鼻而來 滿是生香 可惜攝影機拍不出鵝肝的香氣 只能讓你聽聽煎鵝肝的聲音 滿足一下對美味的想像 或許下次旅行 你也不妨選個飯店 親身去經歷這種美食饗宴 下一個 然後我因為跟他上了一堂課 我就跟他撒嬌 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第二天帶我去菜市場 普羅旺斯的菜市場 Avignon的菜市場是很有名的建築 它是人類第一棟 外牆 直立式的 所有的那種綠色牆 它是第一棟 從那一棟市場開始 法國就出現了 他放了Jean Nuvo 我就覺得這個很特別 是他設計的 然後就找了那個綠先生 叫Peter Blanc 然後接著就完成了 在巴黎另外一個非常著名的博物館 叫布里馬頭 然後接著就全世界都學到的 綠色植物牆 然後台灣第一個學的是台中市 我們來看一下 他就第二天在我的請託 人家帶我去逛菜市場 就是他們的賣雞的人 左手抱著橄欖球 右手提著象徵法國精神的攻擊 這個法國雞飯超愛搞笑 這應該是句玩笑話吧 仔細看 他的手上明明就帶有關鍵 不過無論如何 刀山漢這句話 起了某種鼓勵作用 在美麗的女士面前 她更加賣力表演 我們來做一個按鍵 你看看 他會做一個按鍵 说起这些宝贝鸡,他如数家珍 举起这只光溜溜,只剩下脖子上一圈毛的鸡 他说这是法国等级最好的不列宫鸡 他说他是用一种牛奶去养的鸡 而且他有经过一种国家认证叫AOC 所以他是列馆最好的鸡 他说这是唯一的鸡肉是这样的方式来喂养的 用牛奶喂养出来的不列宫鸡 没有饲料机的腥味 他这布是打错子 是法国大厨最爱的食材之一 也许是带着我们逛市场的大Chef 太吃得开了 又或许是法国南部人特别热情 市场里头每一个摊位的主人 都超级有趣又很好客 每一摊都要我们试吃 光是试吃都吃到肚子撑 其中这个专卖火腿和腌肉的老板最大方 因为他请我们试吃的 是这个外表看起来像精华火腿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的最爱 一公斤要160欧元的超级火腿 卡住了哈 我们在学校里头不宜讨论太多吃的事情 这样子哈 天意而且时间快到哈 那我们跳下去下 下一个不用拨了 再跳过去 我们不要拨了这个 再下一个 我本来介绍一个法国的20世纪的主厨 请你们要看的话可以上文献的世界周报的Facebook 那个世纪主厨被选为20世纪最了不起的主厨 叫Pope Gusa 然后他也是法国的所谓处审 其实我当时在生病的时候 我怎么老是生病的时候出去采法 而且我是断了脊椎以后 刚刚好去法国采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你们讲 法国真的喜欢老女人 又喜欢胖女人 一看到我就吹口哨 所以请了我们吃很多饭 好吧 我告诉各位 18世纪发生这一切 其实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移动风潮 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一天到晚在旅游 在巴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车站 叫里昂车站 它的重点 它不是在里昂 它在巴黎 然后你到了里昂车站的时候呢 你会很惊吓 它的上面有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的屋顶就像皇宫一样 漂亮得不得了 因为那就是所有法国贵族 才可以享受的理由 然后坐着火车 可以到里昂 然后接着坐着火车 有一天可以到蔚蓝海岸 所以享受海滩 是当时贵族的喜好 也是贵族唯一办得到 这是为什么后来 巴黎的左派市长 他就觉得我要在塞纳河旁边 搞海滩沙滩 因为巴黎的工人 是付不起到蔚蓝海岸那个地方 去享受海滩 不是付不起车的钱 而是付不起旅馆的钱 所以大家都有享受海滩的权利 这是巴黎的左派市长 它的概念 所以就在塞纳河畔 搞很多沙滩 然后第二年还搞游泳池 越搞越疯狂啊 这个是他们的左派市长 如果你把旅行史 跟经济史交叉发展的话 当时呢 欧洲的精英 在18世纪 19世纪 铁路 汽车 发明 他们都是第一批 最热重旅游的人 后来慢慢地 就到了中产阶级 后来就慢慢地 变成到了劳工阶级 也有权利 有机会 可以参与旅游 现在你们年轻人也可以 那还有自主被包克 各种方式 这个历史的发展是如此 可是要我告诉你 在18世纪的时候 只有贵族 可以afford这样的一个旅游 所以佛罗拜还要等他爸死了 才可以出国旅游 这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要渡海的那个 船的钱实在太贵 然后那个旅馆的钱实在太多 到了现在 20世纪末期 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 最少旅游的是贵族 因为他们都在忙着赚钱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curse OK 再下一页 我们刚才所说旅行的概念是 250年前发生于欧洲 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慢慢发展到全民性了 我最后结论 旅行的世界所以你人 因为它看起来像是真的 你身陷其境 但它其实并不是真的 它并不属于你现实的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现实抓住了 这里你可以选择现实 因为这么好的事 很难哈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不懂得旅游 其实你就不会有自由权 你就不懂得什么叫自由 在旅游的过程中 你的处境 会随时回过头来 占满你的生活 你可能走到这里 突然想起某一些往事 然后呢 那个往事跟你好像 明明不在这里 可是又是直尺直咬 但某个程度 你又随时可以把它抛开 如果你在原来的地点 很多往事 你不想回忆的 它就像你身上有一个枷锁 一直绑着你 所以在旅行的过程里头 如果你刚好碰到一些事情 渴望失望不断地交错 浓缩成一个幻影 其实你会觉得这趟旅程 更像一部电影 更是终身难忘 你很像闯入一个导演 在拍电影的过程中 扮演了一个段戏的角色 然后戏到了一个分头上 你可能被迫退出 因为你必须离开 可是离开也是一件好事 谁一定要把什么戏都演到最后头呢 最聪明的人就是参与一出戏 随时就可以走掉 我想每一个旅行者 旅行过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 你到一个陌生地点 爱上她的夕阳 道别的时候依依不舍 只能看她在最后一眼 她变成一个想象期待 但是你不需要待下来 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不得已 但请让自己多一点自由 所以今天这堂课之后 12月27号 我要去旅行了 明年节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谢谢 我们谢谢 琼文贤教授今天这么精彩 又幽默的演讲 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Q&A的时间哦 很可惜 那请 有问题请 呃 此下想办法解决 那请大家出口袋后方请离开的时候 记得不要留下你的垃圾 下一场的最后一场 陈文贤教授的演讲 在1月7号哦 亚洲大学最后一场 请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上网去报名哦 谢谢大家 垃圾请记得带出去 拜拜 拜拜